网络漫画家马克过去曾画过许多有名的Kuso画作 不过这次却第一次替人物换造型 原因是过去马克笔下的主角之一老板被说是影射希特勒 连以色列驻台代表都觉得被冒犯了 为了避免纷争现在老板换造型 而且事先还跟以色列方面报备过 就怕无端再惹争议 康哲化Kuso上班族网络爆红漫画家马克 出道三年半第一次替人物换造型 原因尽是为吴东米折腰 我改了他的胡子改了他的背张跟改了他衣服的颜色 因为这三个元素是比较被大家争议的 穿新衣的就是事前如命的吸血鬼老板 时间让我们回到去年九月 当时有人把老板联想到希特勒 一种告上以色列 老板无端被骂还骂到国外 外交部更频频关切 当时贩售周边商品的超商也紧急下架 损失高达两三百万 国外里的居多他认为会勾引他们 就是会勾引他们一些不太好的记忆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 可能会让我期待马克的作品能够走向国际 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 这个造型其实也有给这个以色列代表特别看 他们觉得就非常的好 那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做这样的调节 就怕再被骂 这次老板还先到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备案一下 没办法因为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在台行了 现年37岁的马克原本也和书中主角一样 在广告公司当可怜上班族 2008年因为好玩在网路化酷色上班族漫画后 红道有人找他做广告文 出书设计周边商品 甚至图像授权 连代言平板电脑都有 现在还跟上科技潮流 推出第一款职场英文漫画APP 年收益超过500万 难怪你可忍痛帮老板换装 也千万别跟钱过不去啊 中天新闻 张建讯路易台北签谋报道